有人覺得說 我有說威脅的不好 有人說很好 不管怎麼樣子 但是至少我知道 這個國家的方向是在往來走 兩岸開往的方向再走 我們這馬上就請教 就是在昨天晚上發生的事情 讓全台灣民眾再看一次 在現場這麼多的一些企業朋友們 就是外勞從9年延長到12年 企業贊成還是不贊成 再讓觀眾朋友來看一下 現場如果贊成的話請舉手 贊成的話請舉手 外勞9年延長到12年 好 謝謝 但是同樣 謝謝請放下 但是同樣的情形 今天也被指為說 土地財團 這就是剛才李勝峰先生講的 如果國家的總體目標 是有利於台灣的 還是有利於人民的 但是每一項不同的 他都可能有 他單獨的一些的見解 今天說你是土地財團的 我請教一下 在現場有所謂的大財團的 大企業的請舉手回看 現場 現場都是中小企業的請舉手 我看一下 現場都是中小企業的請 中小企業 你們現場是不是中小企業的請舉手 中小企業 是中小企業 所以如果這些中小企業組是台灣 百分之九十五到九十七的主力的話 那你說這個是土地財團 如果這個國會再像過去一樣的各種的顧忌延到下個新會期 一個土地財團沒人敢做了 那現場的這些人都是中小企業組 土地財團嗎 還是土地中小企業 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土地人民 但是不是土地多數的人民 是不是土地國家的發展 如果是土地的話讓國家能夠發展盡量去土地 那我們過去就是顧忌這個怕奈禮 瞻前顧後 畏首畏尾 這是吳慧林教授十幾年以前也都提過的同樣的概念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嘛 但是中體的目標 願景能不能跟所有人民來做一個分享 基本上我今天有一個大問題就是說 我希望馬英九在稍微的時候 因為他就可能要開什麼會 從今天起再也不要聽到一大堆解釋問題的會議 馬英九這個四年來其實就是 他每次都出來告訴老百姓 我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那個原因 那不用再講原因了 就是有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之後 有些人沒有一個公共政策 這是基本學理 基本 又講到學理 沒有一個公共政策 沒有人獲利 然後沒有人受害 一定都有 你這個時候做政府的事 我就出來說 我給這個80%的人受利 20%我怎麼補償 就是這麼的話 就是這麼簡單 沒有這邊 一位20%的反對就縮回去 一位某個報紙的批評又縮回去 一位某個立委的囉嗦又批又緊 而且馬英九要知道一點 今年的新國會 還有15%人民覺得非常好的不分居立委 這就是你的意志 所以你在法院裡面 各種利益交官的立委在搞鬼 你馬英九要用這15%去解決掉 人民不會再給你空間 然後不要再是什麼一家報紙 一個立委 哪個在野黨的主席 你可能是蔡英文又講話 又收回去 我們不需要這種總統 這就是一個態度的一個改變 如果剛才吳慧林教授講 這國家的領導在台灣 當然這台灣必須要付出成本 就是我們一個民主自由的一個代價 可是現在已經走了這麼久 能不能讓全台灣民眾瞭解我們的發展方向 然後去往那個方向 你只要民眾我是授權 因為我現在百分之五十一點幾 我就是授權五十一點幾 我國會讓你百分之五十 以後不要再讓所有的社會大眾看到 任何一個什麼黨團提出來一個 馬上擱置三個月 沒有這種事情 誰擱置三個月 誰就是台灣人民的罪人 所有的國會 包括從國會的議長開始 哪一個敢擱置 哪一個敢擱置人民的需求 任何一個事情上過去一放 放了三年五年十年的 全部是台灣人民的罪人 每一個人大家都可以來檢討 這時候就國家領導人說 我負責的時候 你民眾給我百分之五十的一個國會 我就負全責 對 其實事情要說清楚 講明白 要溝通 那你當然是要做一些的政策 可是政策行程之前 要做一個非常好的 對 然後大家要找一些 真的是曉得這個問題的所在 然後大家一起來 然後形成這樣一種政策以後 應該是要好好去恭聽 然後跟民眾講清楚 其實政府要做的一些的東西 並不是那麼多 剛剛大家已經提到了 真的是要小而能 而且政府是在做服務的 重要的是說 要把一些成本 要把它降低 其實台灣的競爭力 最好的就是人民 或是企業家 但是我們在這個產業方面 其實是很不公平的 剛剛提到了 你看連這個大中小企業 這個之間 那時候都是很不公平的 如果你說不公平是對 那你要講清楚 我就是跟中小企業講清楚 其實今天對中小企業 我們有很多辦法 可是這個辦法 中小企業你很難去享受到 所以中小企業主 其實你不要去想說 哎呀 你趕快做一個政策 然後給我啦 我能夠去得到 不可能 到最後 因為你自己在泊廟 都已經心力都沒有了 你哪有這樣種辦法 然後去寫那個表格 然後去做一些申請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們應該是要 非常的實際了 到底問題是在哪裡 而且其實我們今天有很多政策 產業政策 當然有很多不公平的 老公政策 當然有很多的盲點 然後租稅 尤其是租稅政策 剛剛他提到的 那個貧戶不均這個東西 很多東西都是租稅政策 然後扭曲的 還有教育政策 不能夠再不食人間煙火 台灣需要什麼樣的人力結構 不能夠再想像 哇 每一個人都是有高文憑的 然後對於台灣的產業 台灣的人力結構完全是脫節 教育 其實教育部要放手 真的是要讓市場來主導 這句話不只是教育部要放手 該倒了就要倒了 太多的事情政府要放手了 沒有錯 太多的事情 很多的領域裡面政府要放手 你要倒你怎麼退場 怎麼退場 那個東西要去正視 今天又有很多都需要退場 但是我們今天主軸是還在 人民要有feel 現在談的是怎麼樣 讓人民有feel的一個過程 可是當人民要有feel的時候 人民再也不能夠接受 我們每天看到政府公布的數字 這邊這個GDP成長 那邊GDP 馬總統開口閉口 都是這些數字 民眾說你講這些數字幹嘛 我們在哪裡 我們需要什麼東西 我們不能夠再讓1%或者5% 而是100%的民眾 我即使沒有直接能夠 但是我也要被招呼到 憑弱是要用很多的方案去來照顧 照顧憑弱 輔助憑弱 是一個國家最好的投資的計畫 可是其他所有人一般說 民眾願意工作 有機會在哪裡 我能不能夠不只是 以後國家的成長 不只是那個1% 5% 全世界都一樣 但是台灣現在已經面臨到 這樣的一個狀況 這也就是一個願景 願景定了以後 稅收增加也是其中的 減少浪費也是其中的一個方式 這個洛杉磯管理學院 還要再選前 你也公布了一些 暗地 國際評比的排名 我們都進步 都進步 只有一個地方退步 吳教授還效率 政府效率退步 我們都進步 怎麼又無感 馬總統一上任的時候 蕭副總統就是 財經小組的召集員 總統府一個任務編組 最近歐債危機 陳聰副院長 有一個歐債危機的因應小組 都有 怎麼會都沒有 我還是要呼應這個 吳教授提到的 總統怎麼會不知道 都知道 這些口號 看是要修正還是要吞回去 這都總統喊的 這都不要喊 我最後呼應剛剛台中那邊 有一位企業主講的 他說 鄭立文拿了9萬多票 政見之一是軟體科學園區 結果鄭立文落選了 差一點點落選了 那很簡單 馬總統你也看到鄭立文 現在他比你更瞭解 中小企業的問題 要不要蓋 繼續蓋 誰蓋 鄭立文蓋 鄭立文講的 對不對 太平大理 以前國民黨是有立委的 叫做江連府 後來會選被拔掉 那你那時候沒蓋 現在他提出的這個政見 我要跟馬總統報告就說 即便鄭立文落選了 他的政見是中小企業需要的 是內的政策 是需要的政策就做了 你就做 你就叫他去幹嘛 你就讓他當政務委員 兼中部辦公室主任 你去蓋 然後蓋完了下一屆 你再去選啊 看你選得上選不上啊 那如果說我今天落選了 我派了我的刺客去選 你看到現場觀眾朋友都在鼓掌 那政立文你就去蓋了 你不能說落選了就不蓋 這就是民眾需求 就是你整個的決策 是不是一件對的事情 當民眾說我要投資 我要蓋廠 我要需要土地 但是我找不到 這找到的話是 幾乎是我的整個的成本的三分之一 或者二分之一 你要我到其他的偏遠的這種地方 我所有的一些的是一個群聚的 我如果脫離群聚 我能做什麼東西 所以剛才吳慧玲教授講的說 大家不要再說假話 所有事情都知道 現場哪位有話請說 大理工業區的現場哪位 還有話要表達的請說話請說 聽到請說話 剛剛我們一直在講那個外勞的問題 那我覺得其實政府有很多配套 其實利益很美 但是執行力是有瑕疵的 就我們每個月付給外勞的薪水裡面 額外還要付給政府一筆叫就業安定基金 為什麼人民感受不到 昨天為什麼要那麼多勞工團體的抗議 因為他們害怕 他們擔心 他們的權力被剝奪了 他們有那種剝奪感 那你政府一開始你的政策 你有就業安定基金 你就是要把這個部分彰顯出來 你去照顧到弱勢團體嘛 這才有 慢慢有公平正義可言啊 那我們今天會使用外勞 絕對不要有成本的考量 讓企業有勞動力充足 你勞動力充足之後 你企業這個產業 就能夠賺錢獲利 企業它本身是一個平台 它讓人民有工作 讓產業互動發展 讓國家經濟能夠有競爭力 那這是我個人 剛剛前面幾位主講人 還有我們的評論家所講之後 我個人聽了一點感受 那我接下來講的就是說 任何一個產業其實都用得上的 我用企業的五大主體 產銷人發財 來解釋我們現在的狀況 其實生產銷售人事研究發展財務規劃 這很簡單這個道理 每一位企業主大概都知道 但是政府你在這細節上 你用了多少心力 就生產部分需要的土地勞動力 剛剛大家所談的 勞動力勞動力 土地土地 是你分配不均 找不 把它分配不均 執行力不足的成果嘛 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我上次有講過啊 欠土地還是在欠土地啊 土地多出來是多出來啊 你商品工業區那麼多空的廠房 真的有用上了嗎 太平大理這邊喊沒有土地沒有土地 整個政府你要通盤的國土規劃 把它做好嘛 那再來銷售的部分 一個通路的一個建構 不是一般一家小企業能夠去承擔的 今天我們在歐債美債這些問題的時候 OK 今天中間這個過程有多少層的關卡 把財直接落到消費者的手中 為什麼今天中小企業主會一直喊薄利為利 因為我們都是在做OEM代工的部分嘛 沒有辦法享受到直接賣到市場末端的那個成果 OK 那每一位中小企業主卡棒牌勒到展覽場 付出那麼大的心力等待賣爾來買 那我們國家有沒有整體注意到整體揪滾嘎洞去維護這個通路 建構這個通路的本事跟條件呢 有沒有 是不是大家要去思考的 人事的部分 教育政策人才培育的問題 為什麼剛才有企業主講說 為什麼現在的年輕人在就業市場上面 有一些是找不到工作 有一些是找不到人才 是整個的教育政策出了問題的 人口老年化的問題 六年後達到老年的高峰 結構性的失業的問題 這個都會整個影響到國家競爭力耶 OK 再來談到人事的部分 人力的部分 你國家政策的部分 你有八部六會 甚至很多的層級 你有沒有做到真正細膩化的服務 你一個政府是不是達到一個扁平化的一個服務 我們今天不要求政府 他說在採檢人事成本裝潮 因為這牽涉到我們整個就業 所得平均分配的公平性 但是我們希望 你把你的組織扁平之後 你把服務做得更細膩 這是不是能夠照顧到更多 實質上的一個產業的需求 是 OK 但是我剛剛講的 鏡頭先不要動 如果今天我們內閣需要爭財的話 就到中小企業主去求財啊 中小企業主每一位都可能是扮演一個 內閣非常好的角色 入閣啦 都可以入閣的 我們稍後回來 這就是台灣最大的一個競爭力 我們稍後回來再歡迎所有的觀眾朋友 我們的確有非常多的一些的困難 但是台灣真的有太多的一些的機會 問題就在我們做不做 立刻回來